近日,台湾多个工商团体负责人表示,正积极筹划组团访问大陆,希望推动改善两岸交流受阻局面。 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在台北就此接受中心社记者视频连线专访表示, 台湾工商界重视于大陆的经贸往来,希望继续在大陆市场发展,两岸良性互动符合大多数人的期待与利益。 三三企业交流会,简称三三会,是台湾重要的工商团体,会员均为台湾的大型精英企业, 现有77家一般会员,51家赞助会员。 林伯峰表示,三三会成员企业8成以上在大陆有投资。 目前大陆是全球的第二大的经济体,制造能力也大幅提升,产业链的完整, 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再加上大陆广大的腹地,充沛的劳动力跟丰富的资源, 以及庞大的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 以及各地方政府能够提供给台商的绿色通道及税收优惠。 林伯峰说,两岸的经贸交流给台湾企业扩大规模、技术转型, 以及参与供应链的发展,都带来很好的机遇。 根据台湾的统计,到2022年9月为止, 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已经占台湾对外投资的比重超过50%, 林伯峰指出,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急速下滑, 但两岸经贸仍然密不可分,贸易金额有增无减。 台湾在2016年第二次政党轮迹以后, 两岸缺乏复兴的基础, 导致两岸的关系急速下滑, 也因为新冠疫情,两岸边境的管控, 影响两岸民间交流与合作。 中共二十大后,大陆进入下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 林伯峰表示,台湾工商团体期盼能及时了解二十大后, 大陆对台商政策的方向。 二十大以后,大陆对于台湾的经贸的投资的鼓励, 以及怎么样让台湾在大陆的双循环, 新基建以及区域协调发展, 产业自主创新这几个策略, 能够多多了解, 以利台商规划未来的市场, 将我们期待能够有一个正确, 对两岸都有利的发展。 关于这趟大陆行的初步打算, 林伯峰透露,将和台湾工商协进会共同组团, 台湾工业总会也会参与。 我们希望总数不要太多, 就一个协会,一个协会,一个转体, 一个巴士的料就可以, 一个巴士大概25到30位就是很多了, 不能做到40位太满了。 林伯峰表示, 希望在两岸疫情稳定后尽速出发, 最快可以明年上半年成行。 我们是希望能够从南京, 无锡,昆山,苏州, 比如沿城淮安几个地方能够有一个互动, 能够多了解怎么样让台湾能够在这几个地方 能够继续投资,继续发展的机会。 林伯峰怕疫情尽快过去, 也希望两岸更多城市恢复两岸航班, 小三通重新开放。 林伯峰说, 重建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符合两岸大多数人的期待与利益。 在国外一些经济刊物, 特别是政治刊物, 都认为台海是危险地区。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智慧能够化解 现在的危机, 能够共同发展。 最重要的, 最后的就是两岸是一家亲。 我们希望两岸共同来谋求和平, 追求中华民主的三种。 这样是对两岸政治, 两岸的经贸都是有利的。